你们看我们这个包包 颜色好吧 款式也很新颖的 质量也好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进来看看 进来看看 拍到了 证据确凿 现在他们想赖都赖不掉了 好 有证据了 现在该我们出招了 随便看看啊 这个包挺好的 你背挺合适的 这位先生 上次买的那个包包 女朋友喜欢吧 今天又来买了 是吧 婆婆 今天我们不是来买包包的 那就随便看看 里面还有很多 都不许买 都走开 都不要买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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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大家不卖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今天不卖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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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什么呀 老婆婆 你怎么了 你犯法了 你知道吗 我就是卖个包包 我犯什么法了 你卖的是仿冒 我们公司的包包 这包包是我们自己做的 你刚才卖的包包 已经被我拍照留证了 如果是我们公司要告的话 可以告到你倾家荡产 哎 红莹 红莹 快出来 不好了 出事了 哎 出事了 出事了 婆婆 怎么了 婆婆 你看 周红莹 又是你啊 我还在想哪 怎么会这么巧 上一次应聘的时候 你抄袭名设计师的理念 这次又仿冒我们公司的包包 你真是死性不改啊 你胡说什么 谁放蒙你们包包了 还狡辩 这次我飞到法院告诉你 红莹 他们要告我们 婆婆 没关系的 我们又没做亏心事 谁怕谁啊 把这些假包全部带走 当证据 好 别别别别 住手 你们干什么呀 你这是抢的呀 你这是抢的呀 你还恶人先告状 做贼喊抓贼呀 到底谁是贼呀 你们无缘无故 说我仿冒你们包包 你们这是干什么 抢劫吗 你们凭什么说我仿冒 有证据吗 证据拿出来啊 我现在想起来了 难怪前几天 我看到你在公司 晃来晃去神神秘秘的 你就是想窃取 我们公司的机密 等一下 白虎大师 白虎大师 喂 喂 等等 白虎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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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 白虎大师 我告诉你 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原谅你 把东西给我带走 这不行 不行 给我手 给我手 我赔什么时候 我赔什么时候 这些都是我原创的 还原创呢 好 我就让你死得明明白白 把我们公司的资料拿出来 看 睁大你的大眼睛给我看清楚 这是我们公司的产品 这是你仿冒的包 是不是一模一样 是不是一模一样 啊 还有什么话说 再编个故事来听听呢 红衣啊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两个包包 虽然外形很像 可是这些细节 还有暗扣 还有这里面的缝线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以为改一改细节 就能够瞒天过海了 外形有一点相似 就代表 你做的东西 已经是百分之百的 抄袭跟仿冒 这一点你应该很熟悉啊 早在你面试的时候 我就已经领教过了 你 你们 你们别诬赖我 我不是被吓大的 再说 我用了你们公司商标了吗 并没有啊 你不要再狡辩了 我告诉你周虎英 这次我非要到法院告你 告诉你 车准备好了吗 车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这谁放的东西啊 仲林放着的 他说是仿冒 你们家公司的产品 仲林倒是跟我提过 原来这就是仲林提起过 仿冒的包啊 我最讨厌浪费时间 在无聊的人身上 我知道你有很多话要说 但我们都省点力气 留到去法院的时候 你有的是时间慢慢来说 辜备有期 周超超 不高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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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白仲灵要够你 是啊 他们不仅拍照存证 还带走了好几个包包 这样吧 你先别着急 我先到公司调查清楚 看看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好 这些都是今天在市场上 找到的山寨包 你们仔细检查一下 是不是跟公司的产品 一模一样 这包真的很像 对啊 对啊 一模一样 这款式用料是有点像啊 谁呀 谁敢访问我们白狐的产品 时尚这个行业最痛恨的 就是剽窃这种低三下四的事情 盗取别人辛苦的设计 谋取暴力 这种事情 虽然在时尚界见怪不怪 但是在我们白狐 绝对不允许出现 可是总监 这到底是谁敢 在我们眼皮底下做访吗 对啊 谁啊 谁啊 这个人其实大家都见过 谁啊 见过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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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不知道 见过 就是面试会上抄袭大师 是经典理念的周红英 周红英 周红英啊 就知道了 原来真的是他啊 我早就看出来 他其实一点本事都没有 只会四处钻营 凭一张嘴啊 骗吃骗喝 被抓到以后还不知悔改 还竟然变本加厉地 抄袭仿冒 总监 我举双手同意你从点处置 对 对 没错 我也要趁这个机会 向大家郑重地宣布 以后只要是有任何违反 著作权法 以及侵害到公司权益的事情 公司一定诉讼到底 严惩不淡 对 一定要告到他 不敢再犯 现在公司的律师 已经在整理资料 准备诉讼了 这件事情除了告周虹英之外 也要趁这个机会 展现白狐 打击山寨 以及仿冒的决心 这是杀鸡儆猴 杜绝其他的仿冒品 再出现 总监应命 对 就应该让他们 就应该让他们 什么机会都没有 太可恶了 对 白总监 我有个疑问 这两款包虽然外表类似 款式基本相同 但仔细比对皮是锁头 包内的区域分工 还是可以看出 设计思路完全不同 刚才听仲灵说 这包是周虹英设计的 我看这设计天分 完全要高于仲灵 仲灵年轻气盛 冒冒实实 没看出这其中的差异 只是由不得仲灵这么处理 各位 刚才就是我所质疑的细节 那么我们在断定 周虹英仿冒我们公司的商品以前 我们的决定 是不是太独断了 薄言的意见挺有意思的 但是我听说 你跟周虹英的关系更有意思 你们是师哥师妹吧 想必交情也不错呀 是 我的确跟他很熟 那又怎么样 既然你们有些交情 你替他说些好话 这也是人之常情的事啊 你的意思是我在偏袒他咯 有没有偏袒 这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的 不用我多说 我只是就事论事 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人 周一辉 我倒觉得你有点奇怪啊 为什么我每次一说周虹英的时候 你总是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 难道你跟他有仇啊 我又不认识他 能跟他有什么仇 真是好笑 我看 好了好了 不要再吵了 周虹英这件事情 公司绝对是告定了 白总监 我觉得这个官司在打之前 好了 薄言 设计这种事情 本来就是很主观的 你刚刚说的话虽然有道理 但是以公司的立场 这个官司绝对要挡下去 否则要是以后有人继续 再仿冒公司的商品 那公司不就亏大了 是的 白总监 我赞同你的说法 不过 在查明确实是周虹英 仿冒了我们公司的产品之前 我觉得这种似是而非的论断 不能成为证据 你所谓似是而非的论断 根本就不存在 山战货本来就是似是而非的产品 如果改一个锁头就不是仿冒 就是创新 那满大街都是创意了 好了 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 总之 只要是抄袭 就要狠狠地打击他 说得对 喂 设计部吗 是的 请白总监过来一趟 好的 董事长 总监 董事长让您过去的 周虹英的仿冒案 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证据详实 等律师您好诉状 就准备向法院提告 证据详实 什么证据 如何详实 你这次是代表公司去打这个官司 考虑周全了吗 爷爷 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 你对这个案子有多少胜算的把握啊 所有的山寨包我都已经拍照存档 也拿了实物 也请律师做了细节对比表 我想我们公司的胜算很大 孩子 咱们公司发展到这个摊子 那也是跟别人打过官司的 打官司 不能凭运气 不能凭自己有胜算的把握 就可以一笔带过 咱们要打官司就要稳赢 要一口咬住对手 绝不放手 抓住他的弱点 一招制胜 让他做牛做马 爷爷 那您打算怎么做 爷爷 是想多多地历练历练你啊 办事不要头脑发热 不要一股脑子栽进去 你要站在制高点上来看问题 周虹英的仿冒案 你犯了很大的错误 错误 是啊 什么错误 你把自己绕进去了 没有站在客观的角度上 看到这个问题的利弊关系 好坏与否 你沾沾自喜 带着报复的心理去打官司 你要想成大爷 可不能被情绪所左右啊 我承认我是有点急躁 看来这事得由爷爷亲自来处理了 爷爷 董事长 我觉得我这件事情的操作 没有问题啊 为什么不让我继续做下去呢 现在没那么多时间来跟你扯这些 你看看爷爷怎么处理 等到适当的时机 我给你一个好好的解释 喂 解法律部 什么 白仲林还是决定要告下去 是啊 我都已经跟他解释过了 可是看来他这次已经下定了决心 红衣啊 对不起 这回我真是帮不了你了 没关系师哥 我再想想办法吧 我跟那个白仲林肯定是上辈子有仇 我是不是欠他五百两银子了 然后这辈子就往死里整我 还说我仿冒他们的产品 红衣啊 接下来您准备怎么办 难道你真的要跟他们打官司啊 他们要跟我打官司 我也没有办法呀 红衣啊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讲 师哥 你说 我不是泼你冷水啊 但是这件事情 我要跟你客观地分析一下 你想啊 即便是这次打官司 白仲林未必能赢得了你 可是呢 如果这官司成立 对你能有什么好处啊 你的生意一定会受到影响 你可别忘了 他是大公司 你是小作坊 如果你真打官司的话 你就全身心都要铺在这上面了 你还有时间去见过别人吗 但是对于这个白仲林来说 那就不同了 毕竟呢 人家是一家特别大的公司 有很多专业律师团队为他服务 所以啊 不管这个官司 你是输还是赢 对你来说都是损失很大 这一点我倒是没有想到 我该怎么办呢 红莺啊 依我看 要不然 这次就和解吧 不行不行 这样绝对不行 红莺啊 你想过没有 你现在如果要是坚持的话 最后受影响的 还是你啊 我觉得这个方法对你最有利了 不行 我不能和解 如果这样 不就是等于默认我仿冒了吗 用脚之道想想 都能知道 他会用什么样的话来说我 我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啊 我知道 你这回心里面很难受 可是你真的要好好想想 那么大的一个公司 你小作坊拿什么跟人家比啊 人家兔兔唾沫 就能把你给淹死了 我觉得你应该接受这个现实 我知道了师哥 我会好好地想想你的建议的 红莺 红莺 红莺啊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他们是不是不告我了 婆婆 他们还是决定要告我们 怎么会这样呢 这间店刚有了点起色 又碰到了这样的事情 老天爷是不是不让我活下去了 婆婆 来 您先坐 您别想不开啊 我一辈子归规矩去做人 从来也没有进过法院 这要是被判刑做了老 我到下面怎么用脸去见老头子 林婆婆 您先别灰心嘛 即使我们打官司 我们也不一定会输啊 现在施法制社会 做什么事情都要讲道理的 他们不能硬着来啊 你怎么办啊 那医生是什么事情 你什么事情 好 别太伤心 白虎大师 他怎么会来啊 红颜 这些是什么人怪吓人的 您别怕 有我在这儿 你们别乱来啊 白虎大师 有什么事情就冲我来 您可是有头有脸的人 如果您要威胁我 我就录视频放到网上 到时候可不好看啊 你以为他们是谁啊 他们是白虎企业的律师 你应聘的时候 不是很仰慕我们董事长吗 我们怎么就变成流氓了呢 这些包都是你亲手做的吧 没错 怎么了 我知道你们白虎企业要告我 那一切就走法律程序 可是你们没有权利 来擅闯我们的小店 你把话听明白了 我这个人说话不说两遍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 一条是私下协商 一辈子为我做牛做马 那么侵权的事就此了断 做牛做马 我又没有做错事 凭什么一辈子替你干苦活啊 第二条路就是 你这个小虾米将来 要独自挑战我这个 大鲨鱼 红衣啊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不私下协商 他就要告到底 白虎大师 如果真的要打官司 还不知道谁会赢呢 你们虽然是有钱有势 但是我们也是有理有据 如果事情闹大的话 也不知道舆论会向着谁 到时候 不知道谁的损失会更惨重 看来你是要走第二条路了 没错 你们也有第三条路 小店招待不起 请你们打哪儿来 就回哪儿去吧 不送 很好 法院见 红衣啊 这事好像越闹越大了 没事婆婆 有我在 你别跑 周老师 请签个字 给 爸 爸 红衣 爸爸也觉得博焱说的是没错的 就算爸爸拜托公司的律师 帮忙打官司 不论法院最后判决的结果是什么 你都是输家 毕竟 毕竟诉讼过于漫长 谁有那个闲工夫 陪着白狐这样耗下去啊 你想想看 在这个时间段里 林婆婆的店没法营业了吧 你的服装设计梦 也不能圆了 时间就这样浪费了 那难道 我就只能接受他们不平等的条约 一辈子替他们做牛做马呀 人家可是业内的前辈 态度当然高了 而且白狐可从来没跟对手妥协过 果然就跟他孙子一样 难道有钱就可以让对方做牛做马吗 那我要是哪天有钱了 我是不是也可以让他们给我端茶倒水 揉肩捏背啊 别感情用事了 我看这样吧 今天下班后呢 我亲自去找白狐先生 替你 道个歉 说说情 我才不要 为什么呀 我设计的包包 虽然和他们的产品很像 可是只要对比 这细节完全是不一样的 这跟抄袭 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 如果这样子的话 您去道歉 这不就等于是我抄袭了吗 那 你有什么打算哪 孩子啊 跟白狐杠上可不乐观啊 你放心吧 就算要逗 我也不会孤军奋战啊 我打算去业界联盟 一起对抗白狐这条大白沙 师哥 我已经决定这么做了 你说什么呀 不是 你这么闹腾 这个办法根本行不通啊 怎么会啊 如果我是白狐的竞争对手 正好可以错错他们的锐气 何乐而不为啊 况且 这最多就是创作上的巧合 这样就告我侵权 那全时尚界的设计师 整天光忙着打官司 什么都别干了 我这可是号召同行业 还为自身利益啊 你可别忘了 当初我带着你到企业去应聘 人家为什么不用你啊 他还不是因为白狐放出风来 说是你的策划案 超用了别人的方案 红莺啊 老实跟你说 依照你现在的情况 没有一家企业愿意汤着浑水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那都坐以待毙啊 红莺 我有一个办法 不如这样吧 干脆啊 把周玉慧的恶行公布出来 替自己成亲 或许还能有点转机 不行 不行 这个办法行不通 我已经答应我爸不说了 师哥 还是在想别的办法吧 爷爷 喝茶 你是不是想问 我为什么接受周红莺的案子吧 是啊 爷爷 我觉得我有能力处理这个案子 您何必亲自出马呢 这不是杀鸡用了宰牛刀吗 你不懂 今天爷爷见了周红莺 给了他两条路 既然无路可退 我就无需再退 师哥 我不可能跟白虎携商 就算这官司费时费劲 我也一定要坚持下去 好 我支持你 来 干杯 干杯 表面上我给了他两条路 实际上只给了他一条路可走 这我知道 徐叔叔说了 周红莺准备给我们打官司 这个官司他打不成喽 为什么 难道他还有别的出路 没有 他最后只能 选择私下里跟我们妥协 不管他愿意不愿意 他都得接受 为什么 这个就是 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个 仿冒案的原因了 我就是要让你在旁边看看 爷爷是怎么处理这个棘手的案子 告诉你啊 面对敌人 硬碰硬 这是瞎瞎策 你应该给他设下陷阱 逼着他跳下去 不给他留有任何退路 到时候你会收到 意想不到的回报 我们现在是 王撒够了 该捞鱼了 别摆潑 怎样 我要把 你呦 你们别摆 别摆啊 你们别摆 不能摆啊 Maple nous 不要摆 我们不要摆 油 拿来 刀 天 Schön 红衣 红衣 你看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在搬我的东西 你看哪 不是说好了 宽限我们一个月的时间吗 是啊 是啊 那天我是这么说来着 不过你们上回 也没交房租 这租约又早到期了对吧 不我不续约 也不犯法呀 婆婆 你们有续约吗 我这不是欠着房租吗 我就没好意思 找她去续约 虽然我们没有续约 但是我们钱不是都给你了 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是啊 是 本来吧 多等一个月也是可以的 可是啊 不巧得很 有人出高价 买了我这个店面 人家新屋主不愿意等 我有什么办法 那人家让班就班呗 你 别上火 这样吧 我们大家各让一步 林婆婆欠的房租呢 我不要了 这样总可以了吧 你把房子卖给谁了 你把电话给我 我跟他说 那人呢 这位老板 我求求你了 这个府子是我老头子留给我的 是我讨生活的唯一门路啊 我求求你留给我吧 不然我没法活了 我求求你留给我 求求你了 求求你 我们董事长一向仁慈 昨天已经给了你们一条活路了 是你们自己太固执 信错了人 那就 别跟我们求情了 白胡大师 依您的专业水平 我不相信您看不出来 我到底有没有抄袭 您欺负我也就算了 就连林婆婆 生活这么艰苦的人 您都不放过 其他企业的董事长 都是行善助人 可为什么救您为父不仁呢 我们董事长每年在国内的捐款 绝对是在前一百名之内的 接受我们赞助的慈善机构 更是多到 连双手都数不完 你这个连缴税都缴不了的 无业游民 你根本没资格说这些 不要跟他解释了 周红英 你已经得罪了我的公司 现在就不能够全身而退了 你可以到法院去告我 但是如果你选择私下协商 我也是非常欢迎他 如果想和解的话 那就把额约签了 办 不行 不能办 不能让他们办 不能办 不能办 别叫他们办啊 怎么红英啊 红英 这个怎么办哪 老豆子 你们住手 我这是没法活呀 我得罪谁了 老豆子 这个怎么办呢 好 我答应你们 做牛做马 我都愿意干 可是你们总得告诉我 到底要我干什么吧 杀人放火 犯法的事情 我是不会干的 这么说你选择私下协商了 我同意 停 你既然选择了私下协商 那么主导权就在我 你无权过问任何事情 至于你担心的那些事嘛 他全都在合同上写着 我不会让你犯法的 请签名吧 怎么不签啊 反悔了啊 合同没签 我随时都可以反悔 谁让你们没把话说清楚呢 毕业他耍我们 别跟他客气 等等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我签合同可以 但是 你们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等我签约之后 你们要答应我 让婆婆继续在这里营业 不交租金 而且 让她有权 售卖你们白狐企业的产品 这个店铺的位置还不错 我接受 都市长 恐怕这样做的话 会影响公司的形象 没关系的 我得到的足足 可以弥补我的损失 签吧 好 红英 婆婆 没事的 我会回来看你了 你要来啊 赵红英 现在可以跟我走了吧 带我去哪啊 我再说一遍 你已经签了协议 就要按照协议的规定办事 你无权过问任何事情 必须服从我的指示 周鸿云 这个是你之前应聘交来的简历 你看 是 尽管我再一次的看过 可是我也没有发现你的背景 有什么可取之处 但是我对你很好奇 我就不知道你是怎么改装那些包的 这样吧 今天你当着我的面再改装一次 王经理 把工具包带来 好 你把这个尖背包改成手提包 怎么样 虽然不知道它葫芦里卖的是什么样 但是现在也只能乖乖听话了 周鸿云 你改不改啊 这个人话真多 真像给他的嘴上风格拉链 什么 红英被董事长叫去了 那当然我亲也看见的 周鸿云进了董事长办公室 白总监也在 那周鸿云还是向董事长求饶了嘛 不是还特别了不起地说 说他不怕白胡奇艳吗 好了 我做好了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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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不需要请王厂长过来 找他来干什么 董事长 到工厂上班啊 工厂 找你就行了 找我 我准备让周鸿云 到你主管的设计部去上班 让他进设计部 对 让我进设计部 董事长 这周鸿云根本没有经验 而且没有经过公司的甄选 如果让他进设计部的话 一定会引起很大的争议的 董事长 董事长 我再次踏入白胡企业 是因为我敬重您 可是并不代表您可以对我呼来唤去 或许我没有什么背景 也没什么经验 可是我有一颗羞耻心 所以谢谢您的好意 我不愿意进入设计部 这样最好 赶紧走吧 走吧 走吧 等一下 其实你是完全不够资格 但是你很特别 通过你改装的这些皮包 表现了你的开创精神 和勇于创新的风格 我们白胡企业 就是缺少你这样的人才 似乎可以燃起新的火花来 好了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我希望你好好地干 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能耐 白总监 周鸿英恶意抄袭我们公司的设计 董事长又怎么会下令 让他进我们设计部呢 董事长有董事长的想法 既然他做了这个决定 从现在开始 周鸿英就是设计部的人 好 大家好 我叫周鸿英 请大家多多指教 周鸿英 虽然董事长让你进了设计部 但我才是设计部的总监 在我还没认可你的能力之前 你不可以跟大家一起工作 那 那我做什么呀 设计部大大小小的杂事很多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每一位设计师的助理 大家要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白总监 红英只是一个小女孩 她怎么能做所有人的助理呢 不能也得能 她没资历没学历 当然从基层开始做起 难道留在设计部当老大吗 没问题 我的工作 我一定会好好做的 你们大家听清楚了 这是我考验周鸿英 最重要的环节 从现在开始 没有我的命令 谁都不能帮她做任何的事情 因其实 我跟我 cau 是 我 偶尾 议 spit ? 我 声 很